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我们今次要和大家说说 究竟这个国际赛日对我们的设计和球员是去国家队的 总之第一件事要和大家说的就是 究竟这次南美的球员会否可以去南美为他们的国家队踢球 国际足协和英超和英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 今次来说所有在红列的球员 他们回到英国之后 上次就要完全隔离10天 变成了很多球赛都不能踢 今次终于用回奥运模式 即是国际足协成功地 令到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 承认他们的比赛的重要程度 以及 所有去了红列的 国家比赛的球员 回到英国 他们要做都是要隔离的 不过有一个例外 就是可以训练 和比赛 就有一个例外可以和大队一起 只是日常生活就要隔离 亦都是因为这样 基本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大家还记得 上一年 不是上一年 上个月的国际赛日 连巴西对阿根廷 都要腰斩 其实不是腰斩 未开始就已经 没得踢了 所以我们的球员 当然 那个条件 那个条件就是要打了两剂 疫苗 这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条件之一 亦都我们记得 看到Fred 有一次在自己的IG帖上 自己打疫苗 我相信 这个原因 也是有的 另外就和大家看看 我们的球员 究竟 有多少个去了他们的国家队 以及打什么比赛 好吗 当然 最多的球员参与就是2022年 世界杯的外围赛 但也有些朋友 有些球员就去了打这个欧国联的决赛 有4位万联的球员 将会 在这个意大利举行的欧国联的决赛 是10月6号 对不起 10月6号至10号这段时间 首先 巴西 我们就是Fred 其实现在 巴西在世界杯外围赛 八战八胜 其实都 相当之厉害 将会对 Venezuela 和 Colombia 即是委内瑞拉 和哥林比亚 两场都是 作客 但最后 也会主场 对着 乌拉圭 卡文尼有份 英格兰国家队 麦加亚 我们的队长受伤 所以这次是没有他份 我们会有世界杯外围赛 对着 Andorra 和 Hungary 之前就作客Andorra 然后 主场对 匈牙利 暂时来说 他们原本 英格兰在9月全胜 但是 后来 去到这个对波兰那场 被人92分钟追和 变成 现在就和了一场 但是仍然 16分排在这个榜的第1名 入了18球球 Luzzo 即是Soy 新组 和联格特 是我们的三个球员 入选英格兰国家队 法国 法国是其中一个打欧国联的球队 除了 一直都有入选的 普鲍和 华拉尼之外 马斯耶也有入选 所以我就说 要留他 是不是 打算踢国家队 原来说受伤了 受伤有其中一个国家队 有时的事 真的有点疑惑的 anyway 可能就是小伤了 他们就会 首先 首先 对意大利 接着 会对西班牙和 比利时 的胜方 是吧 应该看看 是吧 against Italy 不是啊 就是他们四队 欧国联的四队就是意大利法国 西班牙和 比利时 OK 好 接着就是Ivory Coast 阿玛呢 因为受伤就没有入选的 但是 阿拜利呢 就入选到他的国家队 那么 两场都是对 马拉维这个国家的 接着 之后呢 他这个小组里面 除了马拉维和 Ivory Coast 还有 Cameron 还有 莫桑比克 应该是 夏美龙和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 一队 只一人的一队 晋级 好了 去到埠土耳国家队 除了一定有的 斯朗纳道和班牙之外 达罗子 都入选了 这个 埠土耳国家队 他们就 跟卡塔尔 踢场 friendly 跟着 就对着 劳心堡 就是 西班牙为赛 大家记得 拉克朗纳道 斯朗 刚刚成为 这个 男子 国家队 入球最多的球员 恭喜他 再次 看看会不会再破纪录 这场如果有球 其实有些机会 不过劳心堡 不是以前那么糟糕 以前我们在劳心堡 就基本上 被人是狂入球的 现在不是的 现在劳心堡 是厉害了很多 当然 比起葡萄牙 也是不够班 但是也是厉害了很多 苏格兰 麦汤 上次 没有入选 因为受伤 和休养 这次就入选了 苏格兰将会对 以色列和 佛罗尔尔 苏格兰 暂时在他的组 排第二 要追到第一名的丹麦 就真的谈何容易了 但是 稳守到他们的第二位 还有一些 富家赛的机会 这样 西班牙 就会打 欧格联的 决赛 迪基亚 对 原来西班牙 对 意大利 在圣西路 踢 法国会对比利 欧格联的决赛 两场 胜方 就会再对 大家都知道 迪基亚基本上都是 二哥 在西班牙 暂时来说 但是近期的状态 这么好 会不会有机会呢 那就真的不知道 瑞典 队长 联特洛夫 瑞典国家队 队长联特洛夫 将会带领他们 打这个 西加坡外围赛 由于他们同 组的西班牙 就要打 欧格联 所以 他们 小赛两场 但是 只是 小赛4分 所以如果他们赢了两场 分别是 Kosovo 和Greece 他们就可以 过小组冠军的人 接着就是 威尔斯 Dylan Levit 外借了 邓地联的 我们一位年轻球员 亦都入选了 威尔斯的角脚 其实 自从 杰斯 挑选了 入选之后 他一直都有跟着 在国家队里面 但是说真的 其实他踢的机会 就很少 最后 当然 大家都 最记得 就是 乌拉乖 卡文 终于可以代表 给他的国家队 踢球 他们就 将会对着 哥林比亚 阿根廷 和最后那场 刚才都说过 将会对巴西 他 和他的国家队好队友 索瓦雷斯 将会 鼓劍从源 再次为他们的国家队 比拼 说真的 我们曼联 都是强队 每个都是角脚 都是正路 大家看到 很多威球员 去了国家队踢 但是 老实实 只剩下 卡林顿训练的球员 其实都不少 例如 马迪 马达 文迪碧 文比撒卡 这群球员 其实他们 是否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时间 尤其是我们的教练团 给到多些的信息 给到多些我们的战术要求 给他们 因为说真的 就算是 没有国家队踢的球员 在我们球队里面 其实也有那么多的分量 有那么多的了子 如果 我们有些清晰的指示 或者清晰的指引 其实对于 他们来说 都很重要 还有新组 新组有份入船 sorry 新组有份入船 搞错了 搞错了 所以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很和大家说 我很期待 如果新组 文迪碧 和连格特 可以做到一个化学作用呢 将会 发挥的力量将会很大 但是 暂时来说 新组和连格特 去英格兰国家队 没办法 所以 还有福仔 其实这群 留在卡廷顿 有一齐训练 一直还可以训练的球员 希望他们做到一些东西 因为我也是那句 我们的正选 如果发挥有问题的时候 复选 就是要做事的时候 当然 在现在这个环境 苏斯一查是否真的会好好运用 我们这么多球员呢 又或者懂不懂运用 怎样可以利用他们打出一些不同的打法 令到对手民风丧胆呢 就真的 要看苏斯一查才可以搞 我们网练 거죠 网练网络勃 我们网络 网络